既然部長是在這外面有這樣的表達的話 我們認為也達到我們一起得 5號下午5點多 經過跟交通部長賀成 但短短不到一小時的協商 台鐵工會理事長部出交通部 宣布台鐵員工不集體休假抗議了 集體休假或者什麼 那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在民主理事會裡面 大家共同來演繹 今天我希望有共識 在線強調集體請假是非不得已 才採取的最終手段 台鐵工會決定拜會交通部 搬出罷工作為請願籌碼 就是因為台鐵面臨長期 人力不足 不能像擠牙膏 每一年擠一點擠一點 那讓勞動條件變差的部分 就是因為來自你一次不解決 你每一年就給一半八成五成 這樣是不夠的 台鐵工會表示 從103年申請增加原額 被打折減半 加上一線員工薪資偏低 始終未獲改善 讓台鐵員工動不為條 決議再沒共識 就打算在9月3號或中秋節 以集體請假方式 間接癱瘓交通 台鐵員工的三點訴求 就通部長賀成蛋 承諾三天內行文行政院 爭取其中兩項 而第三點的106年 補足1318個缺額 賀成蛋同意將重新評估 勞動條件 放低姿態 承諾妥協 這把台鐵工會真的使出非常手段 恐怕會讓本來就繁忙的中秋連假 交通徹底停敗 記者錢如恆 將這日務裡玩 克力培訓 愛情小組 泰國的 車開始 帥車 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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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時 1,030 7時 8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